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还有获奖一共这三条 先说作品展示 他的作品是一些电影短片 是艺术电影 不是像贺岁片 喜剧片之类的商业电影 然后他在一些电影节参展 还获得了来自美国的圈内 业内人士的一些推荐信 证明他作品在电影节上播放很多观众 另外我们还提供了比如电影节的宣传材料 那上面有电影节的日程 包括了他的作品 还有电影节组织者提供的证明戏 这些就构成了作品展示 作品展示和票房是两个不同的条件 前面讲到这是艺术电影 不见得要证明有很多的票房收入 下一条是媒体报道 包括有英文媒体报纸 有中文的门户网站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关于这些网站的访问量 地位这些信息 另外还有一些专业媒体 包括专业网站等等 我们知道这个媒体报道指的是要对申请人 本人的报道 而不仅仅是对申请人的工作 或者申请人自己说了什么话 有什么意见 这方面的报道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移民法有新规定 有媒体采访了新卫明律所的蔡律师 说这个移民法新规定是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不算是对我的报道 是对事件以及我的观点的报道 如果另一方面有媒体报道 专闻专访 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既蔡律师是怎样 从一位科学家成为一位专业律师的 这个就算是人物专访 这个报道需要有题目 需要有作者名都要包括进去 在申请材料里面 然后内容如果是中文的 或者是其他文字的 需要翻译成英文 前面讲到媒体报道很重要 比如说你的获奖 你有奖杯证书 这些都可以在市场上很容易的买到 那美国移民局呢 更看重媒体报道 包括你的作品展示啊 获奖啊 对本领域的贡献啊等等 这些都可以通过媒体报道来体现 那接下来呢 第三条欢迎杰出人才的 这位导演他符合的是获奖 然后获奖呢 如果是集体奖 那你需要解释 这个申请人在这个奖项中啊 获奖中起到的作用 然后他做出的贡献 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呢 比如可以有证明信 相关的报道等等 如果是个人奖 当然就更简单一些 另外根据移民局法规的原文啊 这个获奖呢 一般来说需要有不止一个奖项 当然你可以有一个相对重要一些的大奖 配一两个其他的小奖 那这位申请人呢 此前他还办理过 EB5的投资移民 526得到了批准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投资移民排期很长 可能还要等若干年 所以呢 他又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提交了EB1A 杰出人才 这个I140申请 直接获得了批准 以上呢 是这个艺术类人才 从中国直接申请 美国绿卡得到批准的例子 有一些申请人问到说 现在中美关系紧张 会不会影响到绿卡批准 我们的观察呢 是overall整体来说呢 应该还是没有什么太多影响 但是在一些尖端技术方面 比如说 做的是高芯技术材料 做的是芯片研究等等 像这样或者是国防技术研究 或者说我曾经在 华为公司等等 一些公司工作 有可能会显得敏感一些 但是从另一方面 如果申请人是 艺术类 体育类 商业类 而不是理工类 或者说申请人是 医生啊等等 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他们申请 杰出人才 看到呢 似乎显得比以前 更容易批准一些 或者呢 至少和前面提到的 做敏感技术 敏感专业的 理工类人才相比 更容易批准一些 所以呢 这应该也是一个窗口 一个机会啊 可以考虑抓住利用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艺术类人才 从中国 申请美国 杰出人才绿卡 直接获得批准的例子 谢谢大家